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英语的也有一句话就是说你要能穿在别人的鞋子里面 脚试一试 这样你就知道了 我很早 这还是八十年代初期 我提出一个说法 还好多人还不赞成 我说理解比爱更高 因为我特别发现 每个人都是用自己的爱来代替别人的选择 比如我想吃面条 我就觉得文涛到我们家来了 我得让他天天吃面条 他可能特别翻面条 你没办法 哎呦 夫妻是这样 父母对孩子也都往往是这样 孩子更是这样 我看了多少次了 我闺女在外面回来特别冷 一进家 孩子怎么穿这么少 赶紧给孩子夹一个 他在外面回来 如果出了一声看 比如他打球呢 他一进来 呦 这孩子怎么穿这么多啊 赶紧给往下爸 他说这个道理啊 也可以用在各个方面 你就这种换位的感受 换位的思考啊 你用在咱们这个大话题 就文化比较上面 我觉得也是个根本思路 所以呢 最近我就要请王老师来 跟我们聊聊这个比较文化 比较文化是聊一个挺火的国家 就是最近呢 因为恐怖袭击 他成了全世界再次关注的一个中心 就印度 那天咱们还聊 好像发生了这么惨烈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 从这个恐怖袭击里反映出来的方方面面呢 你包括他那个黑猫突击队的反应速度 都让人家开始对印度这个国家呀 乃至于他的生活 他的信仰 他的文化 产生很多兴趣 而恰恰 咱们这个王老师 还曾经扮演过中印文化交流大使的角色 由照片为证 我们给大家看看 你瞧 这是谁啊 这是这个王猛江象征 咱们一个中国的一个门市的这么一个镜框 送工艺品赠送给印度文学院 再看下一张 这是当年王猛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全体成员 跟印度文学院的这个书记 他们也有党委书记啊 他就是秘书 秘书 秘书 K 萨基丹那丹先生合影 然后再看下一张 这是王老师呢 跟当时的这个印度大使拉奥夫 现在的 现任 这是挺新的了 挺新的 他已经当了两年多了 现在 哦 现任的印度驻华大使 他本身又是一个诗人 他把他的诗集给我 我给他翻译过八首诗 在 人家都说中国是一个很文学化的国度 您觉得这个印度是不是也有点的 是 当然 文学色彩 包括他的领导人 对 那个瓦杰帕伊也是诗人 人现在不还有人说吗 说这个文学性太强了 就像您当文化部长一样 说这诗人当领导啊 他有他浪漫的一面 但是也有他危险的一面 但是诗人跟诗人也不一样 你如果从文学谈起 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 就拿我们所说的现代来说 就是近百年来吧 这个印度呢 最著名的作家应该算是泰格尔 泰格尔呢 他是 你看他的诗里头啊 完全都是爱 都是这个 对 尤其是和平 少女 母亲 母亲 儿童 对 哎呀 他写得太好了 而且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们中国呢 跟泰格尔有点相似的 也是同时期的 就是鲁迅 鲁迅跟泰格尔相似啊 不 不 我就说那个时期 是是是 作为中国的一个文学的一个代表 鲁迅呢 他是 是吧 他是悲愤 是吧 深沉 严峻 嗯 他你觉得他 他背负了 不知道多少压力 是是 临死前还一个都不放过 对 可是这个泰格尔呢 他写的都是那些 哎呦 有时候你就觉得他写的 忒美好点了 这是 因为他的这个老家 是在加尔格达 加尔格达呀 至今吧 这个 这个城市 它是一个很好的城市 但是同时呢 他垃圾堆非常多 嗯 他那个公共汽车上 这人都是挂票 我小时候我可练过挂票 什么叫挂票 挂票就是你进不去 这个人已经太多了 呃 你只要是抓着一根棍儿 或者一个窗户上的一根棍儿 嗯 你那么挂在上头 外人的身体 人在外头 这车就走了 而且不用买票了 到现在印度前两年 就是去了两次印度 每次在街头 尤其是大城市上 都是一个小车 比如说应该是坐三个人 永远是坐了五个人 对 甚至有一个第六个人 坐在那个司机旁边 因为挤到了一种 不能再挤的程度 所以几乎是在拥抱着这司机 要不然他就不掉下去 挂着这司机 然后司机还在开 就是就是就是这种情况 这真棒 嗯 您说这个 我倒想起打个岔 我看过这个毛鱼士先生 写一本书 是 他就讲这个道德 他就讲这个换位思考 他就举 就举公共汽车这个例子 对 说中国人啊 他往往都说 你看哈 我们过去挤公共汽车 总是进不去人了 最后上了一个人 啪就两拨车门 使劲一上 你看他在车外 咱就说屁股绝对脑袋 他在车外头的时候 就说再挤一个 再挤一个 再挤一个 光他这一进去 马上他立场就变了 不让上人了 不让上人了 我就觉得 这要是印度人呢 他在生活的这么拥挤 这些或者说是机会 这么样的少 但是他会有这种特别不和谐的 是 您刚才说这个特逗 因为侯宝林有一个像 他管那个叫变心板 就是上公汽车的时候 你的脚踩上去以后 变心板 一踩就变心 你没踩上去以前 往里点 往里点 里的空地多着呢 刚一踩上去 等等 等下一趟 几十万 他叫变心板 但是好像就是说 印度朋友到中国来 经常会觉得 中国人火气比他们更大 对 就是说街上打架这种事情 好像在很多城市都能看见 而且打得就不可开交 两个人虽然没最后真的动起来 但是那叫喊声已经非常的激烈了 在印度好像虽然你看 他们也有特别拥挤的贫民窟 人口非常多 然后生活也非常的贫穷 但是好像相对来说 这种非常暴躁的场景 就相对少一些 这个你看 我就听太多人说过了 就说起印度往往跟中国比 他们就一勇三叹 说中国社会 现在人们常用一个词叫利器 是一个护字里边 一个犬的那个狗子 说这社会利器太重 什么原因也闹不清 有些人说贫富差距 有些人说利益分配不公等等 但是同样也是 像印度又拥挤 又是也是贫富差距极大 似乎他们感觉 我没去过 他们感觉就比中国祥和吗 这个问题 我也是早就听人家说 是 有在八十年代初期 有一个英国的汉学家 是一位女士 还有一个德国的汉学家 是一位男士 他们都问我一个问题 说中国你要发展经济吧 要这个现代化吧 很好 干嘛那么着急啊 是不是 我们有个词叫紧迫感 指针招心 我们充满了紧迫感 说你看印度吧 他也不现代化 他很贫穷 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印度的国民经济 跟中国的总量 大概是差不多 现在中国呢 是他的两倍 可能还要多一点 所以就是 你从好的方面来说吧 就是中国有 有这么一股子 要拼 要争 要着急 只争着息 就是有一点 要天行剑 自强不息的劲 印度呢 他有一股子就是 乐天之命 随他去吧 是吧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一切就是听从命运 是不是多少有这么点 看出来了 这就是你说 那边都发生恐怖袭击了 这反恐怖队 九个半小时 才慢一会 赶到现场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塞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你看 你们两位也都算印度专家了 这张老师的研究项目之一 就是印度啊 对 就我这几年共职的一个研究所 其实是美国的基金会设立了 在美国的大学设立了一个中印美三方合作研究 这么一个项目 所以就这个机会 我就接触了一些印度的学者啊 什么各种各样的人 然后我们也去印度 也去中国 我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比较 就是说印度的朋友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 头一个星期的反应 永远是就是经意 完全是震惊 说就是刚才王猛说的这个 怎么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八十年代初的时候还几乎中国的经济和印度还稍差一些比印度 怎么这么短的时间呢 你已经发生成这样 但是他们往往在一个星期之后或者再来一次 以后他又略有不同了 他又觉得你们这么快速的发展 我们确实很佩服 但是这么强强制的规划 这么样快速的就把你原来的传统文化破坏了 那是不是好的呢 他又会有疑问 也许我们还这种 虽然缓慢 但是是一种自己生 自己生发的这种城市的形态 我记得上回 也许还好到 上回咱们做节目 王老师讲句话 我印象很深 他说说中国有人说呀 是这个20年完成了西方国家200年的这个发展成就 当时他就说嘛 他说你20年完成了200年 那么我相信你也肯定积累了200年的问题 我还听那个西方人还讲过这么一个故事 这些故事都是民间传说 不能够绝对算数 他说可以举一个例子 讲这个欧洲人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比较 特别是下雨房子漏了 他说如果是中国人的话吧 他就啊 想办法或者撑一把伞 或者呢就是躲到哪个角落 然后你下你的雨 我睡我的觉 或者我脑子上遮上一点 他说这是中国人 他说要印度人的话 一看房子漏了 太高兴了 敲着盆在那跳上舞了 觉得这个好 然后这个水都冲到身上来了 多大的 这真叫穷开心 叫穷开心 他说欧洲人呢 说房子漏了怎么能睡觉 扒了 是吧 给我扒了 扒了咱们今天不睡了 明天天晴了 咱们重新盖 必须得解决这个 他得解决这个 他是有点不一样 相对来说 我也不懂 就中国人这个急切的劲 他是不是也变成一个动力 也是一个优点 哎呦 反正现在啊 你看我有这个外国的朋友啊 他到北京来开车 我就要提醒他 因为是我的经验 就你在北京开车 你要不是你要病到的时候 我发现每一个北京司机条件反射 你把转向灯一打 你要你后边那辆车 他绝不是减速 而一定会加速冲过去 就他绝不会让你 我就说这叫争先恐吓 那是不是因为他心里老觉得 朝不保夕呢 但是我觉得这是中国人一贯的一种形态吗 好像不是 因为比如说 咱们说到比如说有一个词 就马克思提过一个方式 叫亚西亚生产方式 他讲这个亚西亚生产方式 其实是包括了印度 俄罗斯 中国 就是说整个亚洲有一种长期的超稳定的这么一种生产方式 是低效率的以村舍农业加手工业为单位的这么一种形态 它既是东方专制的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基础 又是保持了这个国家的稳定农业文明的一个繁荣 这么一个基础 可是呢在这种生这种社会里边 他不急你知道就是缓慢 而且呢 他是他是局限于眼光是朝内的 他没有这种创新上外边去冒险的这种冲动 所以他对这是基本上是批判的 我觉得啊 但是呢 中国这个例子呢 在鸦片战争以后好像就发生了一个变化 咱们除了没有比日本变得快 咱们就第二快了 我觉得 就是说发生俄国当然也大革命 但是印度就没有这么快 所以咱们好像变了几次激烈的推翻王权 然后共和又战争 这个军阀混战 然后建立革命 咱们就越来越快了 所以我不觉得这是咱们一个传统 您说是这个原因 我觉得他说的也对 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的文化呀实在是 就那种受伤的感觉 我觉得严重 我觉得比有亚洲的许多地方都严重 这倒是 受什么伤了 就是原来以为自己的文化非常好 以为自己的国家非常的伟大 结果后来跟这个欧洲的列强一碰 不堪一击 丧权辱国呀 只能够赔人钱 你像这种受伤的感觉 那个简直就觉得活不下去了 其实您是用的这个词 就是那个印度出身的那个纳波尔 他有一本书就叫受伤的文明 他是写印度 他等于回去寻根 他其实本来是在一个小岛长大 在英国受教育 然后成年以后回访印度 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受伤的文明 可是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中国也是受伤的文明 印度也是受伤的文明 可是因为可能咱们是没有完全被殖民 就被打败了 就按后来的说法叫半殖民地 而印度是真的被殖民了 你知道就这个伤 这个内伤 我觉得比中国甚至还厉害 可是是不是因为他被内化了 所以反而他就受了 这个我就研究的没有那么深了 我请建英说一说 是不是比较起来 中国文化的这种抵抗性 反抗性 这种自尊 要比亚洲许多国家都厉害 这个印度我说不太清 菲律宾就最明显 菲律宾呢 你西班牙人统治的时候 他就跟着西班牙走了 当然还有反抗 反抗哪都有 是不是 他连人的名字 起的名字都是西班牙式的了 不叫港萨雷斯 就叫什么 反正就是那一类的 就是一听就是 Spanne的那种名字了 所以说中国不成为 很难被变成一个真正的殖民地 我觉得和中国的这种誓死反抗 这种文化上的这种 拒绝被控制 这种尊严感 这种自信感 这种拼命的感觉 我觉得你要考察一下 亚洲这些国家 所谓被列强 所控制 所欺负 所知名化的 这个过程当中 中国人的反抗 比较激烈 咱要起门就叫不屈不挠 而且呢 这个反应的方式也不一样 你看印度那边吧 它是个圣雄甘地 非暴力不可过 你打 伸着脖子让你打 看你可怜不可怜 但是中国就是什么 义和团 或者就是那种 反地反风险 其实在甘地之前 他们暴力反抗过 就是他以前 印度其实跟中国的历史 它是很长期的四分五裂 只有这个什么 阿克巴拉帝 就是这个 末沃尔王朝时期 是基本统一的 就那时候还有好多土邦呢 所以他的反抗 就是没有形成一个大规模 他只是起义 完了被英军残酷镇压 镇压下去以后 他就服了 然后当然后来 英国人除了殖民掠夺 他们以后又有一些改良政策 比如推行英语教育 修铁路啊什么 这样他就看到西方文明的好的一片 他可能就接受了 但是我回到 我觉得王宝刚才说的 这个我觉得很有道理 就是中国人这个烈性反抗 一个是我听过一个 一个意大利学者讲过 就说在西方历史上 很少见到中国历史上 这么爆裂的 而且层出不穷的这种农民起义 就是农民的反抗性之烈 在欧洲历史上很少见 再一个就是士大夫阶层 有一种他是从道统也好 从什么士大夫这种 他是有一种我不能屈服 所以你看明末的那种 移民心态 对吧 他反抗 反抗多少年他就不认这个账 哪怕是出家到山里当和尚去 我也不认你这道统 清朝的这道统 有这么一个传统 有这么一个传统 所以他有这个东西以后 你看我还记得 就是民国的时期是张炳林吧 还是张太炎 他是因为佩服明末的那些 张炳林就是张炎 对张太炎 他其实他这个名字 就是从那顾炎武来的 张太炎他崇拜顾炎武 这种不屈 移民 移民心态 就是反清 所以他就举印度的例子 他就说 你看我们如果被殖民 就变成印度那样了 他就 当然他这里边 可能有点种族意识 他是一个大汉族语者 他说到印度的时候 我记得他就是等于 就是在举印度 多么被奴役 他们就这么接受 可能跟他们的雅热带气候 他们吃的东西都有关系 他们太 就北京话叫太软了 对 他们就算了 接受 我们绝对不能走这条路 所以我们要反清 但是现在呢 就跟历史的发展 你看我们也有变化 那个时候明末讲 那个移民 移留的移 现在都到海外移民 转移的移 这也有变化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您看我听你们两位聊 我就得出一印象 中国和印度 就叫急经风碰见曼郎中 是吧 一个人我就抱脾气 另一个好像挺能忍 是 他这 这也是都是事物的一个方面 中国呢 中国人呢 一直有一个 你说我们在说到过去的 那个旧中国的处境的时候 我们动不动 我们提出来叫亡国灭种 是是危机感 这种危机感呢 别的国家不一定有 是不是 我们到现在要唱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是 而且你别出事 你只要一出事 这个 这种 这种悲情 这种对耻辱的记忆 这种这个 这个 要斗争 要和这个外敌 血肉筑成新的长征 我每次现在听着这句的时候 我觉得头皮都要立起来 是是 头发都要立起来 要和外敌啊 拼到底的这种精神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 说中国的这种 所谓一种 一种对中华文化的 一种自豪感 这个自豪感里头呢 有时候也包含 对世界了解的还不够 但是另一方面呢 他确实又给中国人增加了一种骨气 就是我呀 我 我有我的章程 我有我的方法 我要赶上去 甚至我还要想办法超过你 现在都不动不动 说超过谁了 感受成英感美 过去动不动 还说要说超过谁 他确实 有这一面 这个 另外他这处境又不一样 中国呀 虽然我们说56个民族 但是汉族他是主体 他占的比例也特别大 这个 他九成都是汉族人 这个 可是在印度就有不一样了 印度光一个语言和文字 他就统一不起来 为语言问题 他都出过人命 出人命 为语言问题 所以在刚才咱们 一形容说 印度人好像是很平和 他自个儿跟自个儿 他平和 是不是 他要遇到这种种性啊 是吧 宗教啊 族群啊 宗教的这矛盾 他还不平和 他还流血 他出事 非常激烈 他真是挺复杂 还有好多事件 就大开杀戒 为语言还闹出人命 为语言也发生过多少次 在从60年代 就发生过多少次 说他们一百种冲动 不知 这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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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咋的 这咋的 是 感谢观看